打白騎大蛇我們要用上段假式 最主要是因為只需要按一下閃避就可以進行翻滾 避開他的火焰 然後除了噴火球還有火焰之外 其他的攻擊都可以走到死角裏面 避開他的攻擊然後翻回去 劈牠 記得打牠的時候可以鎖定目標 方便我們之後觀察其他大蛇的行動 走到死角裏面避開他的攻擊然後翻回去 劈牠 打完這一輪就會死 那陣子會有兩條蛇走出來 先右邊 然後到左邊那條 我們先等右邊那條發動攻擊 要準備噴火 我們先去左邊走那些 走回去 翻滾 然後到左邊那條 再翻滾 先砍右邊那條 然後看看左邊那條會不會發動攻擊 然後走回去中間 看看哪條會打我們 好 直接走到死角裏面 然後右邊那條準備發動攻擊 翻滾 避開他的火焰 繼續砍他 走回去中間 準備 走到死角裏面 走過去砍右邊那條 小心左邊 離開他的火焰 離開我們的攻擊範圍 走回去中間 繼續觀察他 好 先右邊走到死角裏面 小心 翻滾 衝過去 搞定他 當我們搞定了其中一隻之後 他們會咬到旁邊那兩隻大蛇的 然後會有些金色的波波跑出來 走進他們的身體裏面 這個時候我們走到屋底下 等他倒下 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用怕被其他大蛇打到我們 不過我們還要小心前面那條 好 走過去 因為看不到鎖定目標 劈死他 之後就會進入一個階段 他們會打爛中間那間屋 這個時候要繼續跑 避免他們打到我們 在這個時刻 我要介紹一下他們的攻擊模式 首先 冰屬性和雷屬性 噴出來的波都是拋物線 而雷屬性還會放電 然後 火屬性和土屬性 噴出來的波都是水平移動 而土屬性噴出來的波接觸到地面之後 會變成爆炸的範圍 最後是風屬性 它會連續噴出水平移動的波波 而我打他們的次序 風 土 冰 雷 火 好 繼續 接下來的幾塊大石 是他們最大的焦點 當我們過去砍它的時候 引他們爆炸那塊石 他們就會暈倒 好 我們去找第一個目標 風屬性 我們先站在石的後面 再掩護 擋開所有攻擊 等它打完之後 我們過去砍它 砍它的時候 我們要看著冰屬性 還有雷屬性 當他們把波拋出來的時候 走開才離開這個範圍 好 走回去 過去砍它 風屬性把波拋出來 扶開 我們站在風屬性和石頭的中間 它就有機會咬爆夠尺 在它倒下之前 我們要不斷跑 小心避開其他的攻擊 好 我們砍死它 之後的打法也是一樣的 直到最後一條 不過要注意的是 它不一定會咬爆夠尺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們等它每次攻擊完之後 才過去砍它 走的時候 走到石頭的前面 才好離開 回去砍它 小心火球 避開 當寶屬性都搞定了之後 就會容易很多 基本上 跟著這個方法打 還有小心點 很快就只有最後一條 衝過去 砍 然後它就會變成最後一個階段 一條蛇會有五種屬性 打它的秘訣 所以就會小心避開它的攻擊 再反回去 砍它兩刀 然後殘血 這樣就可以很快殺了它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想跟我說是在下面留言 拜拜 拜拜 有什麼 那些人 有什麼 有什麼 你